现在我扮演一家正方的一变 我方认为 学习对于学生而言 是唯一的任务 那成绩就是检验任务的唯一标准 也是最基本的任务 还没回去 准备回去了 车没起就走 是啊 喂 你想不想去哪儿 江水刚买的新车 我帮他押轮胎 我想去江边 下来吧 你明天还去接地教室吗 不去了 不去了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江水啊 坐好啊 拿着 江水 江水 你其实会载人吗 会啊 会载的话 换你载我 你腿那么长 我很难载啊 抓紧啊 抓紧啊 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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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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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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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脱鞋 这水肯定很舒服的 怎么了 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还是 你袜子上怎么有这么大一个洞 我我今天早上找不到袜子 所以我才说不要 你也太过分了吧 这个时候有风度的男孩子 不都应该把外套给女孩子穿吗 比较柯 她在那类美的厅上 老子 我已经被我处理了 姜珍 姜珍 喂 你等等我 不是人吗 先放那儿吧 谢谢 老师昨天交代了 这次的遍体呢比较常见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从一些 更新颖的角度出发去准备 我觉得上次小夕说的 吴博松的贴入点 我觉得就挺好的 它在全省范围内 知名度也是挺广的 加上又是我们身边的人 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所以呢我让小夕也多 准备了一些内容 小夕你准备的吗 我 我觉得吧 还是从历史名人角度 出发比较好 吴博松他根本到达不了 那个高度嘛 整什么高大上啊 还历史上的名人 人家吴博松百年以后 就是历史上的名人 而你就是刻在墓碑上的人名 我们变得帅关你什么事 怎么着啊 没事 我们多听取一些 大家的意见吧 我觉得 吴博松这切入点呢也挺好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比如说 多举一些历史名人的例子 这样也好做对比 怎么了 肚子疼啊 这里呢 这里量有问题 都别喝了 小夕那些水是你买的吗 我也不知道 谁买的不要紧 送医护士 我先给他送医护士 我先给他送医护士 詹希 把乔璐河的瓶子戴上 不是你的问题 乔璐同学因为身体的原因请假了 但是咱们班辩论赛呢 明天就要上场了 哪位同学 小夕 能顶替一下乔璐啊 老师 程小夕 小夕她一直在帮他们做准备 她可以的 好 程小夕 那你就好好准备准备 江晨 回头你辅导一下程小夕吧 好吧 好 好 老师 我一定会加油的 走 sel oben 喇 你 你 那 我也 、